突发消息,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7月20日深夜 中国的国家媒体凤凰网在今日晚间稍早前发布资讯提到 乌克兰真理报7月20日报道 受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影响 位于敖德萨市中心的中国总领馆大楼射损 报道称中国总历史馆位于那些莫夫港2号 该建筑的窗户已被震碎 奥德萨州长奥利格基皮尔城 中国的领事馆大楼是因俄金夜间的袭击而受损 同时,杜特舍乌克兰在报道中提到 俄罗斯的导弹今日袭击乌克兰城市奥德塞时 将中国奥德塞领事馆的建筑损坏 及其有关奥德塞领事馆 网络资讯显示地址为乌克兰 奥德塞斯纳西莫夫胡同2号总领事宋李勤 目前未有查询到 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就此事做出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